沒有超過七天 今天150超過 一再確認年長者是否打過新冠疫苗 醫護人員相當謹慎 公費流感疫苗開打第一天 台北市不少民眾到醫院施打 現場還有年長者等不到莫德納二劑 只好趕快先來打流感疫苗 第二劑還沒打 上一次打的話 到現在已經超過十週了 公費流感疫苗一號起 開放第一梯 六十五歲以上長者和醫藥衛生人員 等等十類人施打 第二梯則是十一月十五號 開放五十到六十四歲 無高風險慢性病民眾 同步開放的 還有肺炎鏈球菌疫苗 跟流感疫苗可以同時施打 不過打完這兩種疫苗 要間隔滿七天 才能施打新冠疫苗 目的是為了區隔副作用 新冠開始流行以後 似乎清晰性的肺炎鏈球菌感染 數目在減少 送到醫院的人數減少了 可是送去的人死亡率都高了三倍 秋冬是流感高風期 就怕疫情趁機反撲 醫生呂俊逸建議四類人 包含成年慢性病患者 六十五歲以上長者 和五歲以下兒童等等 是流感和新冠肺炎 高風險族群應該三種疫苗 都要施打 肺炎鏈球菌感染 在兒童跟老人 特別容易引起重症 所以他有可能造成一些 清晰性的感染 包括肺炎 肺農氧 敗血症 腦末炎等等 十月多種疫苗開打 提醒民眾要多注意 間隔時間 同時主動告知醫護 疫苗接種時 才不會打錯疫苗 記者李英偉碩宣台北報導 記者李英偉碩宣台中 同時,我略入了 警察物質地 記者追記者